出身台中毕业于花女美术般的简妙星 即管在异乡工作 仍将相酬的记忆寄情于画作 将求学期间返乡经过山脚时看到的景致 画在纸上 音韵的气息首场各展在松云别馆展出 到4月17号 欢迎前往参观欣赏 取成音韵的气息 音韵原本的意思是 烟雨弥漫的意思 那我因为从小住在山脚下 那住在靠山的地方就是很容易下雨 从小住在山脚下 靠山的地方容易下雨 毕业于花莲女中美术班的简妙星表示 画展名称 音韵的气息由此而来 尽管身处异乡工作 仍将相酬的记忆寄情于画作 日前在松云别馆带来首次创作各展 这次是由一个简妙星 他的一个压克力的画展 那简妙星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花女美术班毕业的孩子 然后到了台北的北一大念书之后 他目前的工作是一个设计的工作 可是他一心一意还是很喜欢对画画的热情 所以他这一次他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闲暇之余还是把他的画去做完成 然后他把他第一次的画展献给了花莲 献给了他自己的故乡 所以他在松云别馆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展出 作品当中花系列 简妙星尝试用不同手法去呈现 另外也将在花女就读 下课经过金华桥去老师家 学画过程的快乐记忆 在这次各展带来展出 其实他有一些东西就是 很多都是花的系列 那他同样的花 他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它 这也是他自己在 在画画的中间 他在做一个摸索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我后方的这一幅画 他其实是很清楚的 就是从松云望过去的 一个金华桥的位置点 那他就是因为从以前 他在高中学画的时候 他是念画连女中的 他必须从下课的时候 从女中经过金华桥 过来以后到他的老师 潘兴华老师的地方去学画 所以这个图 这个路程中他也是很快乐的 因为他是非常喜欢在学这个画画 那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程 所以他把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去呈现在他的画作上面 另外姐喵心也在展场设置投票区 邀请民众投下最喜欢的作品 展期至4月17日 欢迎乡亲一起走进松云别馆 感受阴郁的气息 记者掌帮演华联士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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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掌帮演华联士报导